因爲學校將要來開學超頓町公司 開動町來考慮清潔消毒的作業 當完清潔隊人員 利用台幼一禮拜時間 全面做酒吧 環境的消毒 確保學校環境安全 讓蘇星可以安心來上課 若講關於國中小學校開學進行 超頓町公司派出了清潔隊人員 總共17間的學校 占地學校出兵 還有豪華公共庫藥 正面來做清潔消毒的工作 並且加強威嚇到鼓勵的環境 超頓町公司主動出局 所以說特派我們清潔隊 在前鎮的國中小 全部一起來清潔 讓我們的家庭放心 讓我們的學童到學校 可以很安心和專心的來上課 道遠的清潔之外 我們27個禮 也都進行這個清潔的作業 包含那個蚊蟲的清潔 還有疫情防疫的清潔 那今年我們除了同仁 積極在進行之外 我們也有兩次的委外來協助 就希望把我們整個草屯鎮的 整個周遭的環境 維護得更好 為了說方法到新冠危險 新的八大威嚇 草屯在那裡開到下大江湯 讓屬心可以安心上課 入口修法也肯定說所用心 希望大家在疫情機関 都可以提高到警戒 同時入市在生活當中 管理的北斗 我看到我們這個政長 如此的有心 我們也會來建議相關單位 包括我們縣政府以及中央單位 在很多的公共場合 尤其是開學之後 一定會有更多的孩子 來搭乘公共的運輸 或者是在我們公共場合 能夠加強來消毒 同時好用家中 家裡來做好小孩的健康管理 才可以保護學生 拼命感染 我們的全校老師也都備課 回來清潔教室的部分 清潔隊就負責我們外面公共區域 然後做一個清宵 我想大家都會比較放心 另外我們在開學的整個流程上 也都準備好了 開學我們還是會照一樣 嚴格的把關 然後請小朋友開學的時候 會走過那些通道 面對的野景 超短定公所用心來做好 到公共環境的安全 也提醒民眾 在下都基幹 心臨時不要好好 好 基幹雲心 敞不堵